三次合作热巴都不火,杨幂也捧不红,与周杰伦打一次游戏却红了。 杨幂旗下的艺人大家都很熟悉,要说红成迪丽热巴那样的还真没有。 女生这边已经有了一个迪丽热巴能独挑大梁了,男艺人这边也要有歌一歌才像话。 张云龙是杨幂一直力捧的艺人,但奈何演了多部男主戏却一直不温不火,于是嘉行天下就把宝压在了颇具潜力的张彬彬身上。 嘉行力捧张彬彬的决心昭然若揭,先是老板杨幂亲自上阵,利用自己的名气带新人,于是就有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黎静。 但奈何角色不讨好,渣男的设定注定他火步了,离境的妖孽般的盛世美颜也没能救得了他。 而同一部剧的迪丽热巴就因为讨喜的白凤九一角而圈奋无数。 迪丽热巴红了之后,嘉行就想利用热巴的名气带张彬彬了,于是两人先后合作了漂亮的李慧珍,秦时丽人明月心和烈火如歌。 但是三四合作迪丽热巴的他却还是不火,杨幂也捧不红他,还因为长眼渣男角色而有了渣男专业户的称号。 说到底,张彬彬还是差了点运气,人设的不讨喜让他没能躋身一线小声的行列。 但最近张彬彬的运气似乎来了。 还记得他在《微微一笑很清晨》里饰演的黑客Q吗?在剧里他是厉害的游戏大神,想不到在戏外他的操作也很厉害。 他与周杰倫作为英雄联盟明星召唤师分别带队打了一场LOL明星赛。 张彬彬赛场上评级厉害的走位和超骚的操作,仿佛GOO大神上身一般大杀四方,真是六道飞起。 真是想不到热巴,杨幂都带不火的张彬彬在与周杰倫打了一场LOL之后却圈粉无数,你们喜欢他吗? 꾼官方,优优独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